日本参众两院10日召开临时会 推举岸田文权为101任首相岸田随后 主核99% 原班人马上证 只有外务大臣找来临方政见任 岸田文权 是不是有别于菅义伟新内阁 将跳脱安倍时代的抗中政策呢 圈哥知识点啊 岸田领导的众议院选举 让殖民党出乎意料的获得稳定多数 稀稀例外的把安倍经商 麻生太郎甘利明的3A干掉一个甘利明 变三缺一的破脚局面 现在岸田可以说是摆脱安倍和麻生两大老的自走 展现不同于安倍与建议委的时政 走向了吗 大叔这几天晴宇跑国会议事堂 发现岸田巡后 圈哥知识点啊 积极经营外交 他先走访了英国一趟 出席2021年联合国气候峰会 紧凑的形成 最重要的就是要和美国拜登见个面聊一聊 这样积极 岸田也不过是为了月底前正式防美打底 据可靠消息 本月23到25 越南总理将来日本访问 说穿了岸田急急营营的跑去英国 跟拜登见面也不过是新上任 趁兴相跟美国老大哥书成一下 重生日美同盟为了日本外交的归孽 岸田文心回国后马上重新组合 他任命他的好朋友 林芳正出任外务大臣 林芳正曾经做过防卫大臣 一般预料林芳正担任外将有助于推动 所谓的岸田外交在中美对抗下 展现有别业安倍的外交路线 大臣在日本政治中心勇廷 临走访了多位国会议员 获得岸田内阁支持 透过美日同盟多边合作 跟美国协同作战对付中国 但是日本也想夹载 奋中求从 为避免中日之间继续恶化 会想办法跟中国保持管道 维持经浪弯起 而且要在关键时刻点 圈哥支持点 中间调解的角色 来和美中两边谈好 尤其在台海冲突爆发前 也来扮演个调人的角色 当然这也都基于 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前提 圈哥支持点 林郑方是跨党派 国会议员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 他也是岸田领导的岸田派 也就是洪池会的第二号人物 洪池会是知名党内 比较温和歌派路线的派伐 重视日中韩 东亚周边国家的关系 连韩国都将林方正 视为知韩清韩的国会议员 所以一般语论都认为 林方正接任外交将会有助于 化解日本跟中韩的关系 也可能催生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 创造机会 岸田任命林方正处长外交 也可以隐约的看出 洪池会在经济优先军事的政策 未来被摆在他面 而岸田在美中对抗和台海紧张局面上 可能会采取外交手法来折冲沟通 岸田文雄外向人士安排大叔 在采访相关人士后 获得在九日晚上 通过电话跟林方正联系 探寻意愿后才做决定 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临危寿命改任 知名党干事长之后 外务大臣全球被岸田文雄 牢牢掌握 当作绝佳的亲信部署 不落外人铁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项人士 其实有着相当奥妙的铺程 林方正的地盘也就是选区 其实也就是前安倍首相 祖传老家 这次众议院改选 两个人在三口线 可是拼得火热 形成两雄相争局面 可以说是瓜分政治资源的竞争对手 想也知道 林方正和安倍晋商关系会融洽吗 好 我们话说回来 其实林方正跟麻生太郎的关系 也好不到哪里去 麻生对林方正不是很有善 有点看不上这个后起之秀 那林方正被抬出了顶替 茂木敏充 这两个人的关系就融洽吗 并不茂木干事长 跟林方正也是竞争对手的关系 从这里可以看到出了岸田首相 把林方正摆到外部大臣的位置 这一首旗下的可真妙正面 答案被暗地的七妈生 说的就是知名党里面的 岸田是老大 当然这也是一般认为 岸田可能会有五别月安倍 在台海议题上采取克制的态度 避免招致中国的激烈反应 于此遭殃吧 但是大叔在这里也要提醒 不能看岸田的外向 仍因此布局就保持乐观的态度 这次101届岸田首相组阁 还有一个任命 需要我们注意 就是岸田指派对中强硬派的前防卫大臣 钟谷元担任专职处理人权问题的首相蒲佐冠 这个人事安排其实是经过安倍的幕后操纵 摆了这么一个打着人权反中及先锋的首相 棒边最主要的就是做到亲中反中的平衡 难不让亲中外向牵着鼻子走 有个人权斗司来 全一个知识点啊 牵制中日关系 岸田文雄应该知道用军事对抗中国绝对不会有利于日本 反而会让日本限于安全战略压力 中日关系恶化 加深耸击双边经贸 也会让日本承受更大的战略风险 安全与经济两头落空 夹在中美两强之间 大家都在等着岸田的外交手腕 在南姐的中日美大三角关系中 他大胆的启用临方阵和中古元处理 南姐的外交难题 我们等着看岸田究竟是安倍的小老弟 或是带日本在夹青柄中走出日本自己的路的日本老大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